往右手边排队入场 谢谢 工作人员喊的喉咙都快哑了 就是不让人潮继续涌入 因为结账柜台已经快要炸掉 美丽华那边好像买799是多少 今天看到590块 今天第一天我们难免 大家都好奇 因为像我们也是今天 现在菜买好了 有时间出来逛一下这样 号称南港第一间百货公司 却大走平价路线 其中还有不少国际品牌 和排队名店 抢着进驻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整个南港车站大变身 多简集结超过150个贵位 而且未来这栋大楼还有饭店进驻 要全力抢供轨道经济 等到满租了以后 大概一年大概20到25亿左右 就看准三铁共共 人潮就是前潮 润态集团进来可说是动作平平 积极抢供区域型百货 从松山车站接一到南港车站 往后我们那个内湖接应站 也会继续在努力 那另外还有个三重捷律站 因为以松山车站来说 开幕才短短一年就已经创造出6亿商机 更别说微风台北车站 年营收上看23亿元 还有金站和台北板级百货等等 也让百货版图开始转向 抢进车站发展 三里新闻采访五亏言 台北采访不懂